咱妈的男朋友咋不是她呢 我一看这大爷就特别特别的亲切 而且你不觉得你俩长得还挺像的吗 哎呀 别别别 咱先不说这个像不像的事 我问你 刚才你是不是在地铁上 你在那站着 你对面坐了一个女孩是不是她 她不跟你让座 是不是她 你咋知道呢 大爷大爷 麻烦您帮我跟这个爷爷解释解释吧 她那个座位确实是我让给她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她这么年轻 你说的这么老 你凭啥给她让座呀 你听我跟你说 我呀 我是打起点上的车 我一上车吧 那车上就有座 然后你比方说现在你就是我 你上车 你就坐这了 随后 我刚坐下 后边就上了一个老大娘 这老大娘长得特别慈祥 挨着我吧 她就坐下了 坐着坐着吧 这个大娘可能岁数大了好困 她的脑袋就靠在我肩膀上 靠着靠着吧 一击灵 她就躲着 过一会吧 她又靠过来了 一击灵 她又躲着 然后又靠过来了 这回没击灵 她打成鼓励了 然后吧 她也不知道梦着啥了 她就冲着我笑 笑得可甜了 你学着了这么恶心 然后她这只手啊 就搂在我的肩膀上 亲家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搂他呀 啊 不是 不是 我是说你当时肯定是这么干的 我能那么干吗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就只好在这忍着 我忍着 一抬头一看我 我忍不住了 为什么 满车厢的人 人手一个手机对着我 你说这要是哪个人吃饱了撑那 他的小视频 发到网上去让我老伴看见 我下半辈子浑身是嘴 我都解释不清啊 大爷 还是我们吃饱撑这个人 哎 听见你说有这种人没 不可能有这种吃饱撑了没事干的人 闲着啊 干啥不好 干嘛拍这碗 对不对 对了 你怕拍 那你起来 我起来 我没跟你说吗 我就坐在这个座 这旁边就是那个铁栏杆 我要一起来 那大娘脑袋 那就得出大事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姑娘过来了 我说姑娘 你坐这儿吧 大爷 您坐吧 哎呀 你坐吧 哎呀 大爷 我坐着 您站着不合适 哎呀 我求求你 就把你这个肩膀 接着给大娘靠一下啊 大爷 咋的 你还非得我跪下求你啊 大爷 就咱们这个场景啊 被某些人给偷拍了 谁这么吃饱了成的 哎 田叔啊 跟您说这事一样 但是动作全对 内容全错呀